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飘飘飘哥 如果现实是意识创造的 并且可以变得不连续 或者说是变成局部现实 那么在现实背后可能还有现实 产生多重现实 这个你想过吗 油炸华盛米嫌人少叙 咱们嗷狠的直接启航 著名量子学家海森堡认识到 可能存在的隐藏现实 所以提出了从潜在的现实 和实际现实两个角度来考虑 可以更好的理解量子态之外的现实 量子态不是实在的事物 只是有变成实在事物的可能性 在过去或者是未来的某个时间 成为现实 所以这些例子 可能表现出我们认为的形状 也可能表现出我们认为的不同的模样 这样就可以完全的成为另一个事物 有点绕 咱们慢慢来就知道了 正如一些量子实验所展示的 现实的确和宇宙观察者的思想有关 当现实展开演变之时 观察者会影响现实 也就是说 感知会把心理行为注入宇宙的量子态之中 导致于波函数坍缩 在宇宙中形成一个巨结 产生不连续的结 也就是局部现实 我们可以感知到的质量 形状都是动态能量的一种形式 我们选择性的关注 感知 让它们看上去变成了稳定的静态 在连续的量子态中产生局部现实 所以我们感知到的只是连续体的片段而已 而且往往只有感官可以检测的事物 我们才能够感知得到 静态的事物实际上是大量的亚原子 在疯狂的进行着电磁活动 正是感知到了电磁活动的震荡模式 我们才有了质量形状的印象 从而产生了不连续性 爱因斯坦反对这种想法 他向当时的科学界发出了一个质问 就是难道我们不看月亮的时候 月亮就不存在吗 然而海森堡说 观察者并不是现实的创造者 相反他只是一个记录者 在量子物理学里 自然和现实都用量子态来表示 量子态的电磁场是实体 构成万物和统一的连续现实 在这种状态之下 经典物理学的假设的物质 也就是一致连续坚硬有形的物理物质 他的实体就无法理解了 其实这就是宏观和微观的区别 而这个现实的物理世界 就是通过观察测量这个过程而创造的 佛法称之为 眼耳鼻舌身的感知也是这个道理 测量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准确性 是观察者一直决定的 所以现实的本质测不准原理 直接受到观察者观察认识过程的影响 知道这种行为在量子态中 创造了一个能量结 在连续的量子场中 它是一种瑕疵 这个量子结在观察点 在指定的测量之处聚集起来 所以认识的过程使现实和量子态变得不连续 在宇宙观察者的脑海里 概率函数发生了不连续的变化 或者从电磁场的角度 能量变化表现就是现实 这些变化是不连续的 不仅仅感知信息 而且查入到量子态中导致波函数坍缩 所以知道或者是不知道 都是头脑和能量集中在电磁量子场中 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讲 考试不及格很重要吗 只是你头脑和能量集中点没有一致而已 然而如果心智不是一个起点 并且我们拥有额外的感官通道 或者说是头脑不是一个单一的 而是多重的 就可以感知到其他的实相 可以同时的认识我们的三维世界的同时 也可以看到隐藏的现实 那就是精神世界 在大脑里 事物在感知的过程当中有特定的模式 所以被感知的现实是思想的表现 一千个人的眼里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们在感知行动的循环中探索世界 感知的前提是注意力 行动的前提是意图 它们是意识两个互补的方面 有些人还认为注意力和意图是存在和体验的核心 因为对未来的规划包括注意力和意图 这是我们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决定行动以及感官刺激的体验 我们只需要几毫秒时间 在人生戏剧中 我们既扮演着观察者 又扮演着演员 这就是一些前沿科学发现者 如万能金药等书中 所要阐述的观点的科学解释 即你的思考 决定你的未来 从1998年开始 西方有一项长期的研究 叫做全球意识计划 GCP Global Consciousness Project 来观察大众意识对现实的影响 它们用量子隧道生成随机数 来模拟全球的意识 世界各地方都有很多的实验室 研究心智和现实的交互关系 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实验室 叫做异常研究 PEAR P-E-A-R 它们用随机的随机数发生器RNG 来模拟全球的意识 而RNG所产生的量子水平的随机波动 一些量子通过量子隧道时 会产生一个微小到无法预测的波动电压 每秒会采集至少200个以上的这样的电压的样本 它们悄悄的在全世界的音乐会 全球的冥想 奥斯卡颁奖典礼等等场合收集数据 发生器会明显的显示出当前试验值和运行出来的平均值 在场的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实验 每个人都会专注于集中在他们自身的焦点之上 产生思想的共鸣 同时在其他一般的场合 比如购物中心繁忙的街头也进行了实验统计 它们使用多台的独立的发生器 在大众意识比较统一的场合 反馈结果都产生了轻微的变化 GCP进一步的扩展了这种研究 它们在全球各地设置了至少70个以上的RNG 形成了一张大网 开始记录人类意识共享状态的影响 到2011年初 项目已经收集了12年以上的数据 产生了至少345个符合实验标准的事件 重大的人类事件期间 在相隔数千里甚至数万里的独立的节点之上 同一时间收集的数据变得相关 这表明重大的悲剧或者是重大的庆典 导致大批人的注意力和情绪接近一致 对随机数据也产生了影响 2010年11月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期间的数据 可以看出来 除了涉及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即使是有大量的人关注 一般也不会产生可以检测到的影响 2010年5月 以色列海军派出突击队 阻止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船只 船上的几个志愿者在行动中往生 导致于国际社会发起强烈的抗议 这是以色列攻击加沙船只之前的6个小时 从收集到的反馈结果可以看到 在第5个小时起 大众的意识明显产生了可以检测到的影响 综合来看 累积的结果和预期有非常显著的不一致 也就是说意识对现实产生了影响 其实虽然是很小 但是累积起来和预计的结果相差了6.174个Sigma 这代表了变化的概率大约是109比1 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 说明已经是非常的能够说明其影响的问题了 图中这条锯齿粗线代表累积的总改变 尽管从实验的底线结果来看 人类意图对随机数据的影响很小 但是也是非常显著 大约有70%都是积极的 从图中说明 规模越大越重要的事件 大众意识的影响也就相对越大 在大众意识里面 实验结果的差异和个体的心理学相似 同情心越大的人产生的影响也越大 所以回到大众意识的角度 也会冥想的发现一个事件凝聚的 同情心越深刻越广泛 产生的影响就越加的强烈 所以以慈悲为怀 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道理 做到大慈大悲 才能够更好的感受 分享别人的情绪的状态 让大众意识聚集影响力也就越大 GCP研究了人类意识与世界存在 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 证明了人类的意识和情感 可以产生集体意识 而集体意识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 它们能够相互的作用 意识可以直接在物质世界产生改变 这是前沿科学对意识正在探索和研究的 也正是在追踪着每个人的意识的活动 专注力分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 看似独立的人之间在意识上 有微妙的联系 人类的无意识的活动互动 又增强了人类意识对随机行为的影响 显然人类在不知不觉中相互联系 创造了一种可以检测的大众意识 同时GCP研究 它也暗示了我们的注意力极其重要 宇宙万物 人类自己存在的原动力都有注意力 注意力和意图共同产生了结果 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的是 因为我们的粗质的感官感受不到 在宇宙中最重要的距离 其实是心理上的距离 在这个层面之上 人类是伟大共同体的一部分 这在我们所分享的阿比亚的视频当中 也曾经讲到过 很多人认为 他说的就是一个理想国的状态 宇宙怎么可能是一个整体呢 其实是人们没有理解他说的话 这个说法真正的含义 是在量子层面 在精神层面 在心理层面 在一个人类感官感受不到的层面 就像是暗物质 无时无刻 不穿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 但这就是宇宙的真实体现 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华经所提到的 你就是佛的原因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带有佛性 只是三维的你 感知不到而已 有时间我们单开一句 法国的哲学家 泰尔哈德认为 意识是沿着增长轴的方向 在不断的增长的 Nusphere意识圈 是围绕地球的思想领域 它是由意识的这种增长 而通过进化出现的 因此Nusphere意识圈与大自然圈 岩石圈水圈大气层和生物圈一样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意识圈是通过人类的思想 相互作用而出现并且构成的 因此当它在地球上生活之时 意识圈与人类的自身的组织 它的步调是一致的 它认为意识圈向着其元素的 更大程度的个体化和统一化发展 基督教的爱情观 是推动爱情发展的主要的动力新生 进化将最终达到奥米加点 它认为思想意识的顶点 是基督漠视回归的结果 总结泰尔哈德的观点就是 和荣格所讲的集体潜意识 以至西方所讲的阿卡西都有类似 但是它着重强调的是 它所说的这个意识圈是真的成长的 那么相比较之下 就是科学 哲学 神学 都认为是有一个意识架构 并且在影响着人类世界和地球 希望随着量子科技的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能够更多的看清事实的真相 突然我们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回到现实 从这个角度讲 经历疫情期间 就要明白 遵从与自然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精神上 在注意力和积极意识上 取得绝对的自信 这也就是 所念皆星河 一念可一山 我既无量 百读不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